我们今天这期话题是讲关于脊柱侧弯的 其实乍听到这个脊柱侧弯这个词 内心作为妈妈来说是有点沉重 甚至很多人感觉到很绝望 就是您给我们普及一下 这个脊柱侧弯是一个什么概念 好的 首先我们这个脊柱侧弯 可能也听说过很多家长 那到底什么是脊柱侧弯呢 脊柱侧弯是指的 我们这个脊柱有一个关节 或多个关节 发生了一个侧向或者旋转 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呢脊柱侧弯呢 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非常多的危害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脊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脊梁 那如果脊柱发生了侧弯 我们的内脏 像我们的心脏呀 我们的脾胃 都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内脏里面 就会影响到一些 会影响 对一些爱对对我们的内脏 会产生一个压迫呀 然后如果是说青少年起来 有了脊柱侧弯不治疗的话 等到中年很多这个朋友可能有体会 腰疼呀或者驼背呀 常常会非常多的一些问题 对您说的这个腰疼驼背 这个在我们中年人当中 是太普遍了 这个跟小时候急住侧弯有关系吗 对如果是小时候不治疗 可能等到中年就会发生很多问题 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的原则 就想早筛查早普及早治疗 就把这个问题呢 关口前移扼杀在这个前期 然后避免到中年的时候 可能再产生各种一些问题 其实在青年里面 如果是不治疗或不清楚的话 他可能测完眼中的时候 也需要做手术治疗 这个肌肉的手术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手术了 所以说对身体的影响 还有风险是非常高的 所以呢我们还是倡导 早筛查早治疗 给更多的青少年 还有整个咱们以后的这种生活 带来一个健康的 这么一个生活状态 如果说这个疾病要放到 以后再去治疗的话 可能花费的代价要非常的大 那我们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怎么知道它是否急住侧弯了 它是一种原生性的 还是后天造成的 是这样 急住侧弯呢 它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特发性的 一个急住侧弯 实际上它的原因是不明 就是不清楚原因的 我们叫特发性的急住侧弯 现在另外一种就是说 你如果是自己 就比方说姿态的这种不正常 你比方说我就看到有很多 我们在去筛查的时候 就发现有很多青少年 他写字的时候 他就歪歪着头 然后这肩塌塌的 然后他这种姿态的管理 比方生活中当中 形态的管理 坐姿 站姿 这种不注意 也会导致一些人为的这种 就是这种 因为生活方式导致这种侧弯 大气氧飞这种 就是特发性的 和这种后期 因为这种生活方式 或者这种生活姿态的 这种原因导致的 是这样 就是后天也会 因为一些各种姿势不正确 对 因为现在目前我们得到的数据 是中国目前至少是有500万的 这个青少年是有居住测办的 而且是每年还以30万的这种数量 在增长 这是还一个不完全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就是一个测量统计 这个趋势是这个 因为现在这种生活方式 运动量减少 加上这个学业比较偏重 而且是青少年的时候 用姿态的管理 可能有的也不是很重视 就导致了这个测办的 这种人群急剧增长 所以国家呢也非常重视 而且现在居住测办 已经成为 继这个青少年的肥胖 还有近十年之后的 第三大影响青少年 肌肉健康的一种疾病 那国家层面呢 也是非常重视的 教育部和国家卫健委 也联合出发 联合引发了好几遍文件 是在2021年的时候 就已经明确规定 教育部明确规定 把基础测办 纳入到中小学生的体检 常规项目来中 来从而早期的进行筛查 那国家体育总局这个层面呢 也联合发了一些文件 通过一些体教融合 通过一些姿态的管理 通过一些运动项目 来帮助青少年 来尽量的就是 少发生一些 肌肉策判的这种情况 国家里面非常重视 就是现在在小学的体检阶段 我们就已经有了 这一项检测了 对 因为现在我们 新成立的这个 就是山东省教育厅 也是对这项工作很重视 也是依托我们山东体育院 成立了山东省青少年 居住健康妇女中心 就是让我们在这个 青少年当中 就像您说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居住测外 对 那我们呢 这个中心呢 就肩负着对全省的 青少年的 这种居住测外的一个筛查 我们近期也要 就是到中校学里面去 给他们这些学生 进行这个免费的筛查 然后筛查是有 这个有疑似的 或者有这个 这个可能性的 我们也会告知家长 让他们进一步进行一些 到医院里进行确诊 然后呢 根据分析诊疗的这个原则 你比方说 这个比较轻的一些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生活方式的管理啊 通过一些做一些 运动的一些这个方式 就可以就是 遏制它或者减少它 可逆转吗 对 可逆转的 那如果是再严重一些呢 我们通过一些 运动干预的方式 可以做一些体操 然后这个早中 就是回家之后 晚上也可以在床上坐 或者是在这个 这个科研的时候 也可以做 然后这种方式呢 来这个尽量呢 它减少对它这种 这个增长的速度 然后再就是 再严重呢 可能就要到医院里面 进行一个 这种手术 或者进行一些织具的 再配戴一些织具 再严重 可能就要做手术了 那如果说没有机会 接受到像咱 这么专业的一个检测 在家里能不能 自己有机会发现呢 可以的 我们有些就是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 是一个系列的节目 我们会 后期呢 我们会有 就是家长在家里面 我们如何来通过 就是要把这个上蚤脱掉 通过身体的这个肩 这个腰 这个掐骨这一块 然后进行一个 叫我们叫四横一竖 这个四横一竖 进行一个这个讲解 这一部分内容呢 就怎么在家里判断 怎么来筛查 我们后期也会有 专门的节目 另外就像是 我们这个 有一些这个 可能不是测完的 我们就是在学校里面 要推 居住保健操 就像我们类似 盐保健操一样 我们就是 比方说 我就是做一做 活动活动 我们进步 活动我们这个居住 让我们这个整个居住 出于一个比较放松 比较这个 就是能够 比较好的支撑 我们身体的这种状态 对 让它太疲劳 对对对 这样呢 我们就是 也要再推这个 我们一会儿 有一期节目 也会教大家 怎么来做这个操 哎呦 太好了 这个作为妈妈听到 您这么说 就是心里 是很放心的 因为我听过一个概念 说这个 我们的基柱 是人的一条生命线 在整个人的身体 的最中间 支撑着我们的 五脏六腹 那如果说 我们这条基柱健康了 我们整个人 等于是生命线就活了 是 是 你说的非常对 对于这个 因为有一个 我们就做这个 脊柱的这个健康 也有句话叫 这个关注青少年脊柱 关注我们 就挺起我们中华的脊梁 因为这个也是 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说我们也是 做这个中心 我们一个最大的初心 也就是想通过 我们这个中心的 一些科普的宣传 通过一些筛查 通过一些评估 还有运动的干预 尽可能的减少 基柱测弯 对我们这个 广大青少年 身体的这种危害 然后让更多的青少年 享受到一个快乐 健康的这种身体状况 然后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种心态和状态 来能够进行 我们的学习 和我们的生活 好 今天非常感谢 田主任带给我们 这么有意的分享 使得我们认知到 我们基柱测弯 对于孩子的这些危害 以及对我们孩子 以后的带来的更大的危害 那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 我们将帮助各位家长 来学习如何判断 我们的孩子 是否急着测弯 它其中是有很多的 方法和技巧的 那希望大家来继续 关注我们的节目